我们知道你是从那个优秀的市议员 被科市长邀请至市府工作嘛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知道 你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议员好朋友 然后同时也是在感情上 会百分之百支持你的王世坚市议员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假设您能当选市长 你会希望可以邀请他进市府工作吗 让这可以说是最大科 可以成为你最好的帮手 谢谢大家 珊珊姐 吴隆王 王世坚 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 第一那个王世坚最近已经很倒霉了 他碰到我都会被人家拿去 所以会要挡进处分 王世坚是我二十几年的好同事 我在议会他其实我们 相处的还蛮近 因为他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附近 那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看到我都会脸红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他其实讲话 做事情 你看他包括上一次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就是讲到台大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台大是中共同路人的话 就让他也当中共同路人 这是要有在那个团体里面 要有多大的道德勇气 才敢说出来的话 所以我就说 这种全台湾都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王世坚是个好人 我觉得第一我先确定 他应该会当选连任 他应该一定会当选 那当选的话 我想对于 我刚刚讲的联合政府 我想用人为财 然后广纳百川 那我想他会用 非常非常强烈的方式 来监督我 如果我在当市长 我相信他也不会放过我 只是希望他以后 送的东西送好一点 我 你 好